大家好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清理电脑垃圾 电脑跑上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累积大量的垃圾资料 清除这些垃圾资料可以减少占用硬碟空间 也可以让Windows7跑得更顺畅 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栏位里面有豆豉程式的网址和密码 下载完之后 点选两下就会出现豆豉四川开始清除电脑垃圾 等到清除完毕四川会自己关闭 这样子就清除完垃圾了 常常清除垃圾 可以让电脑跑得更顺畅 谢谢